在台南的第一个早晨 当然是来亚木聊市场了 这是台南三大传统老市场之一 创建于日志时期 要找古早味美食 来这里就对了 今天我们有台南人引路 第一站就来骂阿珍春卷 他们家现做春卷皮 是卖店 看见满满的料 我们直接口水直流 我们点了两款 单看现场排队的场面 你就知道 这不是一般的春卷了 阿姨没有再熟人 春卷挤得满满的 然后我们再逛 这家是全城点心店 专精找物外宿内嫩 在这里 简直是被美食包围 每次逛当地市场 我都会特别兴奋 接下来在市场逛逛 看看这浴果 简直是让人抓狂的美食 接下来带你们进入巷弄 寻找炭火面 老板娘叫我不要派 因为她不想活 可是这么特别的炭香味面 不败不可以啊 大家开吃歌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料多大 花样满出来了 加上一瓶冰红茶 简直是透心凉 再来一个加量 单看着猪肝的厚度 加上蔬菜新鲜的程度 真的不需要什么酱料 就可以吃得停不下来了 看下来 走 走 走 你 感谢观看